一些比較批發量比較大的一些咖啡館 或是分店比較多的 大多還是選擇用Laurene去做烘焙 像是例如說原田燕 或甚至有一間叫Harse Light 它是用土耳其的烘豆機 是唯一的一家用土耳其 但是比較多的還是日本當地的品牌 像富士也蠻多的 我們會用Pobab的一些自家烘焙的咖啡館 就是受到比較多第三波精品咖啡影響 例如說像是Switch或是Glitch 當然還是有一些用Digit也是佔了一部分 像是OniBus也是用Digit 但是我比較看到比較大型的烘焙 烘豆廠還是以Laurene為主去做烘焙 那在排焰的設計上 其實大部分其實因為日本在 日本大部分是以住宅區為主 所以其實在排焰的設計上 他們都會有比較嚴格的去控管